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咱们今天在户外录视频 今天是给大家报一点料 至于这个料属于不属于猛料 那就你们自己来看了 事是什么事 事还得从武汉肺炎说起 由于武汉肺炎的全世界蔓延 导致中国跟世界各国的航班都停飞了 为了控制疫情 那么在这么一个过程中 然后在这么一个过程中 然后中国一直给全世界想透露出什么信息 就是说中国的防疫工作做是最好的 武汉封城这一块 力度前所未有 只有中国真正做到了 许多海外华人确实也是这么认为 而认为中国的防疫工作做的是最好的 那么在危疫开始在国外蔓延的时候 很多海外华人慌了 他们看到中国防疫工作做得这么好 就想要回国 这个确实理解 也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回国 但是回国的过程是曲折的 之前我说过什么 事物主义铁拳 这件事很多人是属于 被社会主义铁拳打了他们还不知道 具体是哪个国家发生的事呢 在这里我为了保护我的爆料人 不会受到别人的这种骚扰 不受到别人的威胁 我就不说是具体的哪个国家 具体的人具体的地方 我就不说哪个国家暂且以西国代替 当然不是西班牙中西中西 在外国某个国家西国 由于疫情的蔓延 很多华人心里也慌 他们确实想回家 但是买不着机票 也没有航班通航 他们就非常着急 然后就是想忙事吧 想要回国 然后这个时候在微信群里 有人振蔽一呼 说我们搞到包机 我一张机票多少钱 这个消息一放出 马上下面就有人响应 什么什么哥你好威武 什么什么大大你好牛逼 好我要回国 我先报名 我先报名十个人 我先报名八个人 底下马上一帮托 都在去报名买飞机票 飞机票特别的贵 几万块钱是正常票价的十倍 没有达到正常票价的十倍 也达到了正常票价的五倍 我当时我朋友把这个图片一截给我 之后我会觉得有猫腻 他这个机票卖这么贵 有猫腻肯定有利益勾结 至于这个利益勾结的细节 我当时我一时半会我还没有想明白 后来我朋友他是给我说明其中原委 我突然间是这么一回事 真的是咽过拔毛发国难财 什么钱都敢赚 其实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 由于中西两国航班都断了 但是在中国还有很多西国人在中国生活 这些西国人想回国 但是没有航班 这时候他们求助自己的祖国 自己的祖国就开始跟中国去商量 这样既然航班停了 我们就派一架专机过去 然后把那些生活在中国的西国人接回国 中方的态度他们觉得 是啊 你们这些西国人在我们这些国家也挺麻烦的 我们这边资源也很有限 怎么怎么样 你们要是愿意把他们接回去 那是最好不过了 这时候西国又开始说了第二件事 我们出航班这是可以 但是我们不想空机飞过去 毕竟空机单趟的话 也要多少不少油钱 正好在我们西国 还有很多你们中国的华侨 他们此时此刻热切的 希望回归祖国的拥抱 希望能够回到祖国去 然后提前我给打招呼 说我这个飞机 我可能也会载许多中国人回去 希望你们能够接受你们的这种国民 至于这个票价 我可能说也就是说收个油钱 收个成本钱 差不多意思下就行了 这时候的中方的态度就180度大涨 不行 你的飞机空机来中国接人可以 但是要想把中国的华侨带过来 不行 然后西国这边就懵了 怎么回事 怎么我把你们中国人送过去 你们还不愿意了 如果大家从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这个事情就很简单 为什么中方他不愿意西国 用他们的飞机把中国人送过来 因为中方他们认为 如果说你这个西国的飞机 把中国人运过来了 你把机票卖给中国人 钱是被你们公司赚了 那我赚什么 不让我赚钱的事情不干 你西国人可以派飞机接你们的国民 我们中国也可以 中国的护照 虽然说不能够让你去到全世界任何地方 但是只要你持有中国的护照 无论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祖国都可以把你接回来 这句话说的真霸气 然后令人狗血的事情就发生了 然后是西国的某华侨跟中国的某航空公司是对接上了 出飞机 然后机票我来卖 那个华侨就是说把这趟航班给承包了 我多少钱承包你这个飞机 然后机票我来卖 然后才出现了我刚刚说的一幕 我能搞到飞机 我能够把大家都接回去 机票一个人几万几万 具体的数字我也不说 说了可能会暴露我这个朋友国家的信息 然后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这个消息传开之后 这个群里面就是一边倒都是支持 好我要回国 你这个机票你多少钱 我都认了我都买了 然后我要回国 很多人都是捧场支持 然后在另外一个群里面 也是一个本地的微信群里面 有很多人就抱怨了 这么贵这太贵了吧 我这一个人这大几万 我这一家四五口人的话 那不一二十万没了 然后回国隔离的费用还要多少钱 这太不划算了 我这信心库我在国赚那么多钱 全都砸进去了 至于事情的后续 这个飞机它包机成功没有 这个我就没有去关注 当然了在疫情期间 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包机回国的情况 这个我也就不往下说了 只是说这么一个事 你看看 本来这些华侨他们是爱祖国的 是想要回国的 他们觉得中国最安全 他们觉得中国的防疫最成功 他们想要回国 但是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某航空公司 然后跟这些西国的华侨 还不忘了坑他们一把 还不忘从他们身上撞一把国难财 你想想本来一张机票 成本没多少钱 虽然说飞机它在天上飞烧油量特别大 但是人均摊下来 这个烧油也烧不了多少钱 你看这个华侨他从中间倒一把手 他的机票售价至少是正常票价的5倍以上 他从中间得要赚多少钱 很多人可能会对包机的华侨可能要对他口如比伐 其实他不是最大的作恶者 他只是一个生意人 他只是为了赚钱 这是可以理解 事情的根本你要是看源头 那在哪里 那是在中国 那是在中国方面 他们不愿意失去这么一个赚钱的机会 他们不想把这个赚钱的机会 去交给西国的航空公司去赚 他们自己想赚这个钱 于是才会有后续的事情去发生 十倍的票价卖机票 然后要把人接回去 把人接回去还得接受隔离 隔离又是几万块钱 这一来一回 这谁能受得了啊 你说那些人口口声声爱国爱国 其实这种爱国是一种掺杂了乡土情节 民族主义 然后还有政党不分 这各种概念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他们这么一种爱国主义 实际上你要问他们到底爱什么 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爱什么 他们只能说爱祖国爱人民 拥护党的领导 然后当这个社会主义铁拳 打到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还不知道这是谁打的 很多人还只是挑挑的犯嘀咕 这机票太贵了呀 我们买不起呀 正常的机票才多少钱 他们只是在抱怨机票贵 有没有就深入去思考一下 这里面的利益关系 利益勾结 是为什么机票卖这么贵 是谁把机票卖这么贵 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政府 还是把中国人当韭菜 海外华人对于中国官方来说 那也是韭菜 无时无刻都在想办法 想去割你的韭菜 你看那西方正常国家 什么美国 日本加拿大的国家就不用多说了吧 封城了航班断了 我们国家出飞机把我们的公民给接回来 这里有提到钱的事情吗 有哪个新闻提到了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公民 因为买不起机票上不了飞机的有吗 我没有看到一个这样的新闻 这说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这些国家 他们把自己的国民当成是国民 他们尊重自己国民的生命 不管你感染没有 不管你中招没有 我都要把你接过来 接过来我再给你治 治还免费给你治 这是那些西方国家 他们对那些滞留在中国的那些本国公民 是这么一个待遇 中国你回来可以 但是天下没有白白的午餐 现在航班停了 是吧 中国有句话叫什么 叫物以稀为贵 既然航班停了 那么难得有了一趟航班 这个机票卖的贵也是理所当然的 很多人也是理解 他们虽然埋怨自己没有能力 坐不起这个飞机 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机票贵 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毕竟现在航班少了 物以稀为贵 以这种市场经济的这种角度 去思考问题 你票价贵没问题 不怪祖国不怪党 这是怪我们自己没能力 买不起飞机票 很多人是这么一个思维的方式 那我只能说 你被这个社会主义铁权打了 你还都不知道 事实的真相吧 其实就是一句话 那就是中国的官方 还是把中国公民当韭菜 其实中国居民了 把生活在海外的那种华裔 海外华人 继续当韭菜去割 继续当羊毛去嚎 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当然了 我再次重申 虽然我说是个西国 这个西国不是西班牙 它只是一个代号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这是哪个国家发生的事情 因为海外的华人圈 其实都很小 把范围一浓缩 马上就可能把我这个朋友 给揪出来 就会把我这个朋友 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那么距离是哪个国家 那我就不说了 那么就用这么一个西国来代替 其实中国的官方还是比较傻 这些海外华人 就是这么一无反顾的去爱国爱党 这时候把他们接回国 这是一次难得宣传的机会 你飞一趟飞机你能花多少钱 你往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去撒币 动不动几十亿几百亿的撒 你差这一趟航班的钱吗 稍微动动脑子思考一下 假如我是中国的某航空公司 那我就会怎么样 我跟那些官方的媒体 然后就跟他们联系一下 就说要我航空公司 我派一架飞机出去 去接华侨 机票特别便宜 或者说是免费 然后把这些华侨接回来之后 你们这些媒体 不管是微信也好 腾讯也好 还是其他的什么网易搜回也好 你们帮我报道这么一个事情 这是红卫阳社会主义正能量 是宣扬我们祖国的伟大 这正好是在这么一个疫情的关键时期 去宣传我们国家这种 政府对人民的关爱的大好时机 可惜他们傻 他们不会利用这次机会 他们还想从中国的华侨身上捞钱 结果就玩漏了 现在在世界各国 还有很多华侨他们不是不想回国 是因为他们回不去 机票太贵了 航班停了 他们回不去 他们是真爱国 我也真心希望他们能够回国 回到他们热爱的那片土地上去 就好比说那些不喜欢我频道的 我真心希望你们不要去看我的频道 以免引起自己的不适 这也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也希望你们都身体健康 也希望这次大家能够共度难关 现在疫情已经逐渐的过去了 现在不管中国现在怎么样 西方这边我看已经是逐步的恢复正常了 虽然说也有确诊也有死亡 但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平衡 社会秩序它又能够运转起来了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那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 至于今天报道这个料 算不算是猛料 你们自己就看中国人除了赚钱 咱们还是要有一点点小小的信仰 要有一点点爱 大爱 钱是什么 钱是王八蛋 花不出去的钱 他就是一堆废纸 这说多了 废话了 好了 不说了 先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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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